欢迎回来 民谣与当地文化跟习俗往往是紧密结合 许多内容也会陈述当时的民众生活 其中恒春半岛民谣就记录下 在地人她们的喜怒哀乐 也刻画出乡土民情 那么一群来自屏东高龄八九十岁的素儿阿嬷们 她们过去从来没有接受过舞台训练 却勇敢挑战了音乐剧 而通篇剧本还改编自半岛阿嬷她的真实经历 有早年出嫁的彷徨 也有对抗命运的意志跟精彩故事 难能可贵还是在地老中青三代 一款粉末登场来演出 那么其中主角高龄九十多岁的陈英阿嬷 她就是经典灵魂人物 不仅是自己亲自演出自身的故事 同时之前也获得国家艺术教育贡献奖的殊荣 而身为恒春民谣传译师的她 也接不起了传承纵者大任 还是可以看到她常常背着乐琴 到社区中心教人 弹琴 唱歌 身体力行到小学 把恒春民谣向下扎根 来 我再加短头上 一把乐琴和一首恒春民谣 是陈英阿嬷一天的开始 陈英阿嬷在恒春早已家喻户水 她是少数能完整诠释恒春民谣六种曲调的长辈 在今年九月被文化部认定为人间国宝 陈英阿嬷一天的开始 陈英阿嬷一天的开始 平日记者显高南 经压的 山谷 補充的餐廳 每個人都做工具就對了 每個人都做工具 做到現在 結婚之後 我也是要去穿 結婚之後是說 我們去鄉民就在穿這樣 我都常常在頭上 像現在來這裡 他們如果在店舖 我都不會吃魚 我都自己穿 自己變 唱名謠唱得超過一甲子 成因阿嬤不是字也不是譜 卻順手年來就是一首歌 述說的都是在地故事 屬於台灣人的共同記憶 莎雅念出樸實歌詞 橫村民謠原自閩南人在屏東開疆闊土時 因想念青人不自覺所哼出的曲調 富含濃厚情懷 我十八歲我就會唱 以前就是我會唱這首相機 單單和我老爸很好 以前我老爸都會去找他 開槓 他們都會去我們唱歌 所以這首相機 這首相機 這首相機是我們老母 教學的 成因阿嬤提到的陳達 是民國五十年代 在恆春帶起學習民謠風潮的音樂人 卻在民國七十年 因車禍身亡 讓恆春民謠一度面臨失傳的危機 像沒有人要聽 像小孩都聽到 孫生機就要幫忙 要訓什麼 他就不要聽 他往生後 恆春民謠就沒有人在唱 我們都會拿陳恩阿嬤做典範 來鼓勵大家 鼓勵那些社區阿嬤說 不要影影大 一直說 老子無路影 你看我們陳恩阿嬤 這年輕人十八歲 每天為民謠 很打拚 聰明都沒有戲劇 有民謠人要聽 我們為了要把文化團出去 除了當地協會守護民謠文化 更有一群劇團年輕人加入 透過舞台劇演出民謠故事 把阿嬤的歌聲 從恆春帶到台北去 三位延春 民謠 我廷 崔姊先說對不對 不用怕 我聽你了 我聽你了 彩排幾個月後 在表演前一週 阿嬤跟著劇團北上參加計程會 我在金燈 我吼 我的國保的政樓 有夠多 這麼多 我那時候歌手比賽 他那種綜筊 都用綜筊 全都冠軍 我們就要去測試 阿嬤他們可以做什麼 他們可以做到什麼 但他們就讓人滿驚豔的 就是 譬如說 像他們每一個都七十幾八十幾 可是其實都還有在務農 故事裡面有一個場景 是務農的片段 所有的阿嬤都會 非常細節的告訴我們 就是要怎麼做 當年沒人願意聽的 橫村民謠 如今卻成了眾人擁護的文化資產 素人阿嬤登上大舞台 難免緊張 彩排 走位 都得比照正式演出 阿嬤在這裡 這位 她是彈彥阿嬤 她也是八十八歲 還有那位陷阱 你每天都可以看到她 派到這幾大月陷 四街跟人家出名 在這裡 她就是我們 國家認證的人間國寶 謝謝 阿嬤 妳坐在這裡 等我一起來 我先來聽一下電影 等我一起來 喂 莫德千年妳好 好 都嚇到了 謝謝 阿嬤 這就是妳很幾天 給我作文的名言 有啦 謝謝你 我有錢給你 有啦 妳已經拿錢好看了 如果是很有信仰 那再跟我講 這還要出門了 有啦 好 好啦 先走 飛機喔 好 一隻零泡紅 一隻零泡紅 兩隻零泡泡泡 轉手樓 飛機零泡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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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泡 走 飛機零泡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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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泡� 感人肺腑 你還要肯定 我幫你吃白油 很好 很好 我知道 有無法 那一隻一隻在看著你 我現在是牽出那個時代的女人 最難看不來的心聲 台灣最古老的半島歌謠 透過舞台劇 讓生長在這塊土地上的人 都能看見 也透過樂琴 將民謠曲調 推廣到恆春各個小學 上下扎根 不安台語的小學生 如今也能狼狼上口 屬於恆春的音符 在校園裡繚繞 而作為傳承民謠的傳遺師 被掛上人間國寶的名號 成英阿嬤 是否真的享受這樣的殊榮呢 我沒有在皇陰宮做國寶 做國寶店頭 有愛有祝福 你沒教學生啊 沒教學 不可以在哪裡 國寶 伴隨而來的是更多的壓力 與責任 若無形資產 都能順利的心火相傳 年近九旬的成英阿嬤 或許就不用那麼辛苦的 扛著傳承的使命 能單純的用歌聲 傳唱生命 goddess 她只是很正宜 死人 死人 死人